2月20日上午 茶园月色由于长沙方言 捡漏子又站上了热搜 在长沙方言里 这是一句不尊重女性的话 有得便宜占便宜的一次 事实上茶园月色并非出饭 此前曾推出官人我要 皇家马子等多种广告语 包装袋上也有顺求女汉子一枚 宽衣解带杯底来 沐浴3-5分钟等多种低俗营销方式 这种靠擦边球 赚取流量的另类营销 屡见不鲜 不断地充斥着人们的眼球 2013年青岛啤酒节 出现了来一炮爽到底的海报 旁边印着的是衣着暴露的妙龄女郎 2017年 爵位压薄的广告词 鲜嫩多汁 想要吗 配的却是被锁住的女生 2018年 郑州万科城的广告 春风十里醉 不如树下学生妹 引发了众怒 茶园月色的产品 主要消费人群为18到35岁的女性 作为以女性为消费主体的 新式茶饮品牌 难道真的就把顾客当傻子吗 新式茶饮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市场 2012年 年仅21岁的聂云晨 在广东开了第一家奶茶店 命名为黄茶 及喜茶的前身 由此拉开了一个千亿级新消费市场的序幕 定义为新式茶饮 可可 咖啡 茶 并称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 作为具有5000年历史的茶 茶代表着中华文化 从柴米油盐酱醋茶 到琴棋书画十九茶 从生活中的机灵狗碎 到精神上的陶冶情操 茶均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长期未能在资本市场冒头 马氏以可可为原料建造了食品帝国 星巴克用咖啡缔造了商业神话 但很少有以茶起家的上市公司 新式茶饮的出现 给了资本市场无限的想象 根据数据显示 90后已经成为新式茶饮的主体消费人群 占消费者总数的50% 女性消费者占了总体的70% 伴随着90后 00后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 新式茶饮恰好的契合了这批年轻人 为了品质、服务、个性、创新而买单的这一特性 新式茶饮指的是采用上等茶叶 利用先进脆茶技术提取的浓缩液为原料 辅加新鲜牛奶、冻植物、奶油或各种新鲜水果调制而成的一种饮料 2019年 新式茶饮市场规模达到978亿元 占整个中国茶饮市场总规模的30% 门店数量近30万家 消费规模突破3亿人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无数新的玩家 2012年5月 主打一线城市均价在25元以上的喜茶成立 2013年12月 主打长沙均价在10到25元的茶盐月色拆张 2015年11月 同样主打一线城市 均价在25元以上的耐雪的茶在深圳成立 在新玩家不断扩张的同时 老玩家也在加快布局 来自台湾的Coco奶茶 为了满足消费者 号称将台式奶茶重新制作 选用台湾高山茶园液 60秒急速萃取 改变茶经勾兑的行业传统 打造营养天然的健康好茶饮 成立于2007年的蜜雪冰城 通过10元以下的低价 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 迅速成为行业头部玩家 而一点点也通过不断研发新品类 饥饿营销方式 占据用户心智 新式茶饮缺乏有效的竞争壁垒 投资少 行业进入门槛低 产品同质化严重 在这行业集中度不超过5%的市场中 如何提高用户的粘性 是这些新式茶饮品牌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树立品牌的最高境界是与社会文化挂钩 茶园月色就此发挥到了极致 在城市宣传里 茶盐月色成了继臭豆腐 橘子舟头 越露山之后 长沙的第四张名片 现在的年轻人到长沙 可能只是单纯的 为了喝一杯茶盐月色 在长沙街头 茶盐月色近乎垄断 大多数商场里 都拥有两家以上的茶盐月色店铺 而位于长沙最著名的五一广场商圈 仅0.6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竟然分布着多达40家的茶盐月色 截至2020年底 茶盐月色在长沙已经有了超250家门店 是coco和一点点的2.2倍 蜜雪冰城的2.7倍 作为长沙的区域品牌 曾经一位粉丝发微博说 希望把茶盐月色开到全国 瞬间便收获了2万多个赞 可见用户对茶盐月色品牌的期待程度 2020年 在长沙待了7年后 茶盐月色终于走出长沙 来到了湖北武汉 12月1日 茶盐月色在武汉的首家门店正式开业 当即受到了粉丝的热讽 部分顾客排队长达8小时 只为品尝一口茶盐的色 更有外卖角格达到了每单100元的跑腿费 现场更有黄牛将价格飙升到了300元一杯 难怪网友调侃 与其这样 不如从武汉坐高铁去长沙 可能会更快的喝到 茶盐月色成了2020年最受关注的玩家 然而茶盐月色为什么会如此的受追捧 最要从他的创始人说起 茶盐月色的创始人名叫李良 出生于1978年 湖南人 2000年毕业于长沙广播电视大学 2002年开始从事广告策划工作 上传媒类大学 从事传媒类工作 传媒行业一直是其人生的重心 再加上一些产品创意 由此成就了茶盐月色这个品牌 但从实际价值来看 茶盐月色产品早已超过了茶饮的本身 对于排队买奶茶这一现象 21世纪经济报道曾发起网络投票显示 87.7%的网友表示不会为了买奶茶而排场队 60.8%的网友认为 排队买奶茶不值得 应该换一家或不喝 茶盐月色充分运用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在商业社会 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茶盐品牌 35%到40%的毛利是底线 在面对充分竞争的消费领域 新式茶盐企业活得并不好 几年前 洗茶开始尝试卖手机壳 卡套 折叠预伞等 耐雪的茶也开出耐雪的礼物店 销售耐雪IP有关的限量潮玩 以及与各品牌的联名产品等 茶盐月色更是花掉上百万购买设计版权 开发大量周边产品 茶盐月色也想通过简单粗暴的涨价方式 实现盈利 然而 由于品牌粉丝效应太强 一旦涨价 必然会出现粉丝转向其他品牌的现象 不能涨价 还可以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来提高盈利 2020年10月 茶盐月色使用直纸奶油 引发网友热议 传统的港式奶茶 往往会加入成本较高的浓缩的牛奶 而直纸奶油由于价格低廉 加工成本低 迅速的占领了各个奶茶店 1950年直纸奶油诞生于美国 其味道更接近牛奶 将其干燥成为粉末后能长期储存 且放在任何一款饮品中都没有稀释的困扰 而茶盐月色用的直纸奶油 名字修改成咖啡奶后 悄无声息地加入到了牛奶行列中 通过降低原材料成本实现盈利 只有成规模后才会凸显 最终 茶盐月色只能通过不断增加门店数量 来加强自己盈利水平 在长沙市场趋近饱和的情况下 只能向外扩张 然而这些年为什么一直盘踞在长沙 好的方面是说稳扎稳打 而实际上却是因为能力不行 创始人吕良出身草根 学历不高 不懂资本运作 据他自己说 成绩好的不会去他那里混饭吃 走出去也许会成为下一个倒下的网红 在外部扩张缓慢的情况下 长沙大本营也不轻松 依靠品牌起家的茶盐月色也曾为品牌发炒 2019年5月一家于茶园月色仅一字之杀的茶盐官色在长沙开业 2019年10月 茶盐官色以茶园月色商标侵权为由 向长沙市月路区人民法院起诉 茶盐官色商标最早于2008年3月注册 茶盐月色商标于2013年10月注册 区别是在两家的商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上 但茶盐月色更早的被广大消费者认可 品牌知名度更高 而茶盐官色到2017年才开始推广 最终在2020年4月 长沙市月路区法院一审认定 茶盐月色不构成商标侵权 驳回了茶盐官色的诉讼求求 然而到2021年1月 曾当被告的茶盐月色又以不正当竞争为由 起诉了茶盐官色 目前该案拥在审理中 即使茶盐月色在长沙赢得了战争 在别的城市也许还会遇到品牌的问题 这个网红茶盐 不断打造品牌认知的茶盐月色 能否继续保持热度 走到行业前三我们不得而知 但你是否愿意为其过度营销而买单 我是小作手 给大家讲述中国商业经济发展背后的故事 欢迎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